現在雖然已經近日秋天,天氣一樣是很嚴重 頭部駕頭帶大家來北港調天宮六層的中山路吃冰 這間團成四代的五十二炒冰店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第四代的老闆胡彥甫也是團成老店的進行 堅持每天自己做冰料到五湯池 尤其是王來由頭愛漁價這間館 每一天都沒有秀成本,真在一條 無論你一點幾天,這一碗都是十五塊 才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北港這間開了八十多年歷史的冰店 真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無論是外地的香客還是在地的民眾 只要是天氣壓軟都會來高官 他人家說我的手頭 就來著吃了 對,這裡有少年 那你總是幾幾天來吃美食嗎 對啊 一般不吃? 整個口味 整個口味 那你怎麼吃好吃的? 吃幾十年了,怎麼不知道 我就想要說笑的 如果吃不吃就要出油錢 第四代的老闆團成老店的精神 不然每一項配料都真在實料 堅持每天現做 而且像王來由頭、蠔油等完料 連兵都用順水下去狙 真正是無效成本 他一斤八百五、九百幾個 我腳的喔 你看十斤的愛漁要撩兩斤不去 剩八斤而已 我還在鴻頭也是 我贏得這還要夠贏 贏得這還要去摩 以前的購贏得 我們很小顆的 還熟成一種 這種贏得現在很少 我們這找到台南也沒有 老闆每天 善後的蚵糖水、善色的蚵油 還有九天的粉條粉粿 真正的食料的剩餅 是受到消費者反映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碗餅 無論是加多少種料 一來都是25塊 真的受到大碗餅 25塊你覺得便宜 很便宜很便宜 因為吃健康最要緊 他們的東西都很穿 你跟別家吃起來那個 這我的感覺就是不一樣 你剛才看看 有錢我25塊很大碗餅 這麼多 這麼多 這帶的東西都改做 粉餅、粉餅、粉餅 粉餅、什麼都改用 老闆表示 這間餅餅自阿祖的秋頭創立 一碗餅餅賣一格五格 一直賣到25塊 雖然最近各種的物料起價 但是餅餅希望用超過大碗的價格 來回饋消費者 記者有歡迎昆昆插風報道 記者有歡迎昆昆插風報道